欢迎收看王帝讲电影 我是解说王帝 今天王帝给大家讲一部 2016年上映的韩国经典灾难电影《隧道》 主要讲述了男主驾车通过韩国新建成的隧道时 突然遭遇坍塌 被困35天后最终获救的故事 电影毫不留情地讽刺了救人期间 逢场作戏的政府官员 以及不择手段的无良媒体 是大胆抨击韩国社会现状的又一例作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男主郑珠正在加油站给车加油 在韩国年轻人做加油员的越来越少了 郑珠本想加3万韩元的油 结果被耳背的老大爷足足加了9.7万韩元的 临走前老大爷还蹒跚着送来两瓶矿泉水 不过也正是这两瓶水 才让郑珠在坍塌的隧道里活了下来 郑珠是一名优秀的汽车销售员 今天是女儿的生日 所以提前下班买了蛋糕准备回去庆祝 谁想在经过一条新建的隧道时 郑珠突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响 隧道内的照明灯也变得忽明忽暗 没给郑珠过多的时间思考 隧道突然从后方开始坍塌 然后迅速蔓延至整条隧道 郑珠眼前一黑就被埋在了废墟中 打开车内的阅读灯 郑珠满脸是灰 车子也已经被挤压变形 一根钢筋就横在他的眼前 万幸的是郑珠没有被戳中 顺着被砸断的充电线 郑珠找到了手机 手机没坏 但信号却时有时无 很是微弱 郑珠好不容易找到信号 拨通了119求救 不知多久后 一辆119工程车慢悠悠地赶到了坍塌地点 但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 隧道北口完全崩塌 没有大型机械根本不可能救出人来 电视台也第一时间播报了隧道崩塌新闻 从直升机上看到 山脊已经下线 说明内部崩塌非常严重 隧道南口都有灰尘溢出 被困者郑珠的身份也被公布 很快电视台记者便打来电话 询问郑珠的身体状况和感受 但救援队长金大精看到直播后 很快就粉碎了那家媒体的头条梦 他强行中断了直播 并狠狠地训斥了两名记者 被困人的手机是救命用的 可不是给他们做独家新闻的 万一电量耗尽联系不到被困者 那救援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 很快队长联系上了郑珠 告诉他蛋糕存不了多久 在变质前要吃掉 水要分成七天的分量 而且不能直接接触嘴喝 防止污染变质 还得将手机关机节省电量 每天定时订点开机和他联系 郑珠听队长一副专业的样子 决定相信他 和妻子打了个电话 互相安慰一番 然后就只能关机祈祷上天了 队长一边要向上面的官员 讲解救援方案 一边还要应付迫切想要挖到新闻的记者 第二天救援的无人机从隧道南口进入探查情况 为了防止信号干扰 记者放出的无人机需要延后进入 但过后的山体还是令无人机纷纷失去控制坠机 于是队长决定亲自驾车 和一名队员进入隧道探查情况 深入隧道不远 路就已经被堵死 不过郑珠却听到队长汽车的喇叭声 说明他被埋的地点就在前方不远 但天不随人愿 通话间隧道再次发生坍塌 好在队长反应神速迅速倒车 才在隧道完全坍塌前赶了出来 队长第一时间联系了郑珠 好在他那里已经踏无可踏 只是落下了一些水泥灰渣 反倒是郑珠发现了自己的确切位置 三号风机的正下方 直升机调来了几台大型挖掘机 直到现在救援才算是正式开始 女官员面对媒体 作秀般附述着队长的救援计划 他们在隧道图纸上明确了三号风机的位置 利用大型钻孔机在郑珠的旁边打一个竖井 然后将一节节钢管输送下去 撑起井壁 形成一条垂直的安全通道 在媒体面前 官员们再次作秀 拉着郑珠的妻子不断拍照 被困的第三天 郑珠在隧道内发现了一只狗 有狗就证明有其他幸存者 郑珠小心地爬出车外 穿过风机 在另一辆车里发现了一名女孩美娜 美娜被一大块石头卡在车里动弹不得 并且已经饥渴难耐 郑珠只好回到自己车内 拿水给她 美娜喝了大半瓶又请求给自己的狗也喝点 为了照顾美娜的情绪 郑珠只好又给那只叫丁丁的八哥犬一些水喝 最后又帮美娜联系了家人 美娜哭着和妈妈说明了情况 并叫妈妈帮自己在公司请个假 说自己下周就回去上班 隔天郑珠一醒来就发现了令她崩溃的一幕 丁丁将她舍不得吃的蛋糕全吃光了 然后扭着屁股悠闲地回去找主人了 只留下郑珠一个人愤怒地大骂 面对美娜的询问还只能憋屈地说做噩梦了 郑珠的妻子查不思犯不想 急切地想救丈夫却又不知道能帮什么忙 于是她就来到救援现场给救援队员做饭吃 这些人那么努力地救自己丈夫 她不做点什么良心难安 又过了一天美娜支撑不住了 又饿又渴肋骨还疼得她喘不过来气 等郑珠拿水过来时她已经安静地去了 郑珠玩命把压在她胸口的石头挪开了一点 这才发现一根钢筋早已穿透了美娜的胸口 这个刚刚毕业还在实习的花季少女 就这样被毁在了韩国的豆腐渣工程中 说是豆腐渣工程一点也没冤枉时工方 因为电视台已经报道 据调查韩国新建成的121条隧道中 有78个是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 被困第七天 郑珠已经半尽粮绝 队长只好一边抚慰郑珠 一边叫她收集尿液维生 说尿液刚被接出来是无菌状态 但郑珠一句 你喝过吗 让队长无言以对 第九天 郑珠开始接尿 并在美娜的车里发现了一包狗粮 然后便愉快地和丁丁分着吃 等待救援期间 又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坍塌 郑珠的车门被砸掉 但也创造出了一条可以探索的窄路 郑珠小心地向前探索 然后惊喜地发现了一个消防栓 本来想着饱喝一顿 但拧开阀门后 迎来的却是对韩国豆腐渣工程的极度痛恨 这条仅仅通车两个月的隧道 消防栓里竟然没有水 只有一条把郑珠吓一跳的大舞拱 此时距离他方时间已经过去了16天 救援队马上就要将竖井打通 为了让郑珠不要放弃 在电话里 队长告诉郑珠自己已经喝过尿了 而事实上他也确实喝了 甚至还分享经验 等尿凉了再喝口感会更好 不过幸运的是 郑珠不用一直喝尿了 他在一根钢筋上 发现了山壁的渗水 虽然滴得很慢 但好在源源不断 钻井机也已经钻到了隧道顶部的洞壁 预计再有一天就能打通 形势一片大好 救出郑珠指日可待 可如果仅仅这样 这部电影也不会成为经典 第二天 记者们站在钻井旁 等着见证奇迹 但井下的郑珠 却迟迟没有见到钻头 随即一条噩耗般的消息传来 他们挖错地方了 17天的努力全部复制东流 而导致这个低级错误的发生 依然是隧道偷工减料所致 图纸上一共7台风机 实际上隧道里却只有6台 救援队按照图纸所挖的 3号风机位置 实际上距离郑珠有150米远 想要救人 只能重新打孔 此时正值大雪封山 重新运来钢管 打孔下放 最快也得需要178天的时间 郑珠听到这个噩耗后 心态瞬间崩溃 或许不被困在废墟下17天 谁都无法体会他此时绝望的心情 手机的电量也终于用完了 郑珠每天靠听收音机里 妻子和女儿的广播支撑自己 而外界已经联系不上郑珠一周多了 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救援队员 都认为郑珠不可能再坚持十几天了 期间还有一位救援队的班长 因为意外丧命 如果说每天损失商议员 民众还能接受 但为了救一个生死未知的人 而搭上另一条生命 就成了舆论的爆发点 意外身亡的班长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她的母亲把一切的罪责都怪在郑珠妻子身上 让这个原本就无助的女人更加难过 迫于政府和舆论的压力 妻子只能无助地签下了放弃救援的协议 而在广播中 听到这个消息的郑珠再度绝望 她还没死 怎么就放弃救援了呢 被埋在地下的郑珠 拼命想证明自己还活着 而地面上的队长也在玩命努力着 队长不顾劝阻 带上生命探测仪 深入到之前打好的树井底探测 命运也许就是如此喜欢捉重人 队长下去时没能探测到郑珠 却在施工队准备爆破的前几分钟 通过树井 听到了郑珠在下面狂暗的喇叭声 然后队长发疯般地跑去现场 阻止了爆破 踏方的第35天 第二条树井被打通 队长亲自在下面 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郑珠 郑珠和那条叫丁丁的狗 终于被解救 官员们还想上来合影作秀 却被通过队长的口中传达的一句 去死吧 你们这群狗娘养的 骂得不知所措 临场作秀的是他们 逼迫妻子签下放弃救援协议的也是他们 面对功绩 像哈巴狗一样冲上来的还是他们 这样丑陋的嘴脸 郑珠早已看透 单架上的他为队长的勇敢点赞 随即郑珠被台上直升机送往医院 并最终平安无事 他创造了世界个人最长生存记录 而他竖拇指的行为 也被媒体报道为 对政府和救援部队的感谢 队长也因为帮郑珠传达脏话 被法写书面检讨 但他一直无法理解 明明自己就是个传话的 为什么要写回国书 最后 郑珠收养了那只叫丁丁的狗 还和妻子买了蛋糕 准备重新给女儿庆祝生日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隧道是2016年上映的灾难电影 由韩国著名影星何正宇和裴斗娜主演 导演通过这部电影 给观众展现底层小人物顽强善良的同时 还大量讽刺了韩国的社会现状 正所谓无吐槽不含影 从开始被老大爷加错油开始 就吐槽了韩国加油站的现状 然后被埋后 又吐槽了打119电话时 机械员的啰里啰嗦和响应速度 然后就是吐槽媒体 为挖新闻不择手段 以及官员作秀不干实事 当然吐槽最严重的是韩国的基建 隧道坍塌后 南口上幸福安全的国土建设的标语 显得如此讽刺和刺眼 以及后来新闻报道 他方是因为头工减料 隧道内消防栓没有水等等 这些内容几乎全部指使韩国的社会现实 一针见血 当然吐槽的同时也需要正义的对比 队长金大精就是整部片子的良心坚守者 也奉献了很多温暖点 人是他救出来的 享受掌声和鲜花的却是政府官员 金大精和他们之间相差的 是一种叫做脸皮的东西 撕掉这种东西就能走得更高 这口锅金大精默默背下巴 毕竟现实里最不缺少的就是讽刺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帝的解说就点关注吧 王帝想的影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